与此同时,黑龙江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昨天以社会罪和破坏选举罪 一审判处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阳 有期徒刑16年6个月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300万元 经审理查明 2006年到2013年 王阳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共计折合人民币6291万余元 此外,2012年12月份到2013年1月份 王阳当选辽宁省第12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以贿赂、打招呼等手段拉票 破坏选举活动情节严重